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在戶外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好处理的 也就是它是比较不好保养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黑色 或许是铜绿的一个氧化过程中 所看得到的那样的一个色调 首先我们将这个 这些所累积在这个 作品表层的这些污垢 透过水的一个清洗 我们所看到的部分 经过擦拭之后 会有显示一些斑点 那些铜绿的部分 其实它是从铜绿的表层上 所流出来的 所以有关这一部分 尤其我们刚刚看得到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是要询问专家 看怎么样的方式里面来进行处理 因为它的方法其实是复杂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透过火的烧烤 除了将水分 透过热度把它蒸发掉之后 也让作品本身达到一个 6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现在我们试图做一个 所谓的防护作用 就是用地板蜡 然后做一个全身的一个 一个擦拭 让在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中里面 让那个蜡可以直接吸收 在这个同时的一表层 即内部的这些毛细孔里面 冷却之后 蜡附着在这个作品表层上 再经过过的一个擦拭 会使得作品本身 整体的一个质感温然一新 铁的材质基本上来说 其实是分两种 一个是生铁 一个是瘦铁 我们看得到生铁的部分 基本上来说 其实它偏向是一种铸造的 其实一般也就是我们看到到 这些外面的这些水沟盖 那当然它的材质基本上来说 其实是比较脆弱 可是我们所看得到很多的艺术家 基本上大体上都是比较是拿手铁 因为手铁在金属的一个应用上 是比较好焊接 比较好处理 我们现在来执行实际的维护动作 一开始我们先用铁刷子来示范 在刮除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的一个锈点是比较厚实的 那整个清过之后 它必须要用一些工具 会比较好清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机械的这个毛缩在滚动的过程 去将这个所谓的斑坡的部分 可以很强力地给清除掉 接下来我们可能透过沙轮机 抛除本身比较锐利的部分 经过沙轮机所抛过之后 会有一些比较粗 比较所谓的锐利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用沙纸稍微再磨过一次 使得它在表层上呈现了一个比较均匀的 比较不会割上手的一个状态 沙子打磨好之后 作品基本上应该要用布稍微再擦拭一下 将那些所谓的残渣 粉层可以擦拭掉 防锈的动作基本上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透过风蜡的方式 但是风蜡的前面 我们去透过烧烤的部分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材质本身的水气 可以透过这个烧烤的动作 可以蒸发掉 使得菜质本身来说 达到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 同时间因为它的温度 在烧烤的过程达到一个六七十度 在风蜡的时候 其实会使得这个蜡 在涂湿的过程中 直接吸入这个所谓的 一个钢铁材质的这些毛细孔中里面 以达到比较有这个所谓的 长期性的一个保护作用 蜡打完之后 那我们会进一步去擦拭 擦拭的时候过程 其实也会使得这个蜡本身 产生一个光泽的一个亮度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们会用一个所谓的透明漆 等于就是我们覆盖了 它的一层的一个表皮 使得这个在 这个所谓的生锈的部分 本身就会被避免掉 接下来我们涂释一种金属的防锈底漆 它会区别于跟这个蜡所服饰的一个表层状态 当然表层上看得到会比较是比较光亮 我们就会订阅一下 我们就要看得到会比较光亮 我们就要看得到会比较光亮 我们就要看得到会比较光亮